当天边夕阳落下 最后一抹光线隐没于天际 黑暗开始笼罩了下来 大荒山 断风台上 一支支油渍火把汹汹燃烧着 点亮了整个宽广半山广场 广场上 一堆堆 一群群 大量长相各异的妖怪们正各自成小团体聚集在一起 生火 烤肉 喝酒 聊天 好不乐哉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开宴会酒会 其中一块边缘场地内 来自浪浪山一众妖怪们同样升起了篝火 围着篝火吃起了烤肉 你们觉得这次那位三大王召集我们到底所为何事 其中一堆篝火前 四道身材高大 气息彪悍的身影正为坐在篝火前 其中一位顶着虎头的妖怪开口说道 何事 个头稍矮 顶着狐狸头的妖怪张开猛然大掌的大嘴 一口将手中刚烤好的一只肥硕野鸡整指塞进口中 巴唧巴唧几口嚼碎后笑道 嘿嘿 那只黑鹰不是说了吗 主山有变 我可不信你们没听到 顶着尖锐鹿角的鹿腰大嚼口中骨头嚼得卡卡响 一口咽下厚道 听是听到了 那黑鹰当时说得那么急 催着将军赶紧过来 结果呢 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天 我倒是没觉着出了多大事 出事能让我们等一天 陆飞将口中肉食咽下 伸手朝着一旁专门烤肉伺候着的小妖招了招手 小妖马上屁颠跑过来 热情道 白头领想吃什么 陆飞 还有哪些肉食 烤肉小妖 还有一头牛 一只豹 两只羊 五只野鸡 一条大蛇 暂时就剩下这么多 不知头领想吃什么 不够小的再去领 陆飞 给我把那蛇烤了 要剥皮 烤肉小妖 好嘞 小妖很快跑开 陆飞随手从一旁的虎妖身旁的烤架扯下了一条牛腿 边嚼边接话说道 肯定是有事的 你们知道我耳朵还不错 话音落下 其他三只头领妖怪立刻抬头看了过来 怎么说 白头领听到了什么 两位头领马上问道 卡卡 陆飞牛骨咬得咳崩萃 继继续道 我前面听到了我们将军与蛇盘山那魏花将军说着三大王好像在开什么会 至于其他的我就没听见了 狐狸腰头领反应最快 马上问道 三大王在开会 是开会决定要搞事吗 虎腰头领 开会 三大王会和谁开会 和二大王和大大王吗 A 要我说要打就直接打 哪有那么麻烦 路腰大脚 那我们估计要等到大王开完会 狐狸腰头领 要是真像白头领所说的 那么这次还真有可能是大事 很大事 其他两位将军麾下可是全部都到了 听着眼前三位头领妖怪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谈 陆飞嚼着牛腿 一时有些分神 下午时后 在自己间接引发了一场当场使尿屁的闹剧时 虽然有些尴尬丢妖 但实际解决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毕竟都是有妖力在身的妖怪 后面是狼统领出的手 随手召唤来一阵强风 轻易将所有使尿污秽吹了个干净 至于最后那些玩意会落到哪里 陆飞就不好奇了 还有眼前的这三位妖怪头领 陆腰大脚是陆飞小弟黄桂原来头领 他刚成为妖将纳会就认识了 至于狐狸妖和虎妖这俩头领 因为与熊头领三兄弟不怎么合 很自然对陆飞还算友好 于是在吃过几次酒后 四位头领之间的关系算是简单建立了起来 虽然一些阴狠毒辣 老奸巨华的妖怪有不少 但性格实陈分明的妖怪更多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有仇必报 报不了就先记着 讨厌就绝不靠近 除非不得已时的虚语威仪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 妖怪们爱恨非常分明 这样 有意见力起来也很快 白浪 这时 身旁的陆腰大脚拿起酒坛 给陆飞满了一杯 转头问道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你耳朵好使 陆飞将手中牛腿炫完 端其酒碗咕噜咕噜一口干完 随口道 你也没问啊 腰群最前方 一次篝火前 黑将军和蛇妖花夫人正在交谈着 花夫人 我看你刚刚去找了帝龙将军 他怎么说 黑将军 他说我们大王确实在开会商议什么 而且二大王和大大王都在 至于另一方 他怀疑是风云岭的那边的妖王 因为我们大荒山一直与风云岭有间隙 花夫人 这么说的话 如果大王们能商议好 我们还有可能免于这一战 话是没错 黑将军叹了口气 但愿吧 时间缓缓过去 夜色渐深 断风台上火光通明 吃饱喝足的陆飞离开了几位头领妖怪 回到了自己麾下所在妖群中来 大哥 这是我刚烤好的羊腿 正为大哥留的 陆飞走到乌鸦怪和红皮所在的篝火前坐下 乌鸦怪马上递上来一只烤的金黄冒油的后腿肉 陆飞刚接过 就听到后方突然传来惊呼声 看天上 快看天上 他马上转头 就看到西方天空 八道颜色各异的明亮流光正急速朝着这边飞来 陆飞之前告诉三位头领妖怪偷听到的话可是有所保留 这是看到天空中的异象 陆飞马上站起身 眼神中立刻露出了担忧之色 难道三大王他们谈失败了 只是不等他多想 其中一道流光突然加速朝着断风台方向飞来 不过几个呼吸时间 流光就接近了断风台 同时一道庞大声音响彻整个断风台 集结 集结 快 明确听出了三大王声音的黑将军和花夫人几位将军立刻各自朝着麾下所有小妖大吼道 集合 快 一众头领立刻接过命令 疯狂大吼起来 快快 集合 集合 快 这一刻 随着三大王的命令落下 整个断风台上的所有妖怪全都手忙脚乱起来 火堆被踹翻 烤肉架被打翻 所有妖怪们急匆匆地开始排队列 聚集 很快 天空中流光在靠近断风台上空时突然变成一道身形修长 面色有黑的青年身影 正是大荒山三大王 三大王也不说话 看着下方集结起的黑压压妖怪们 随手就丢出了一方手帕 手帕迎风就涨 迅速涨到了堪比断风台大小的遮天幕布后落下 下一秒 断风台上 所有妖怪瞬间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遍地的垃圾 骨头 冒着烟火的火堆 收回手帕的三大王随即再次化身流光朝着远处数道流光追去 不多时 八道流光化身成一道道身影 站在了一片广阔的山谷高空 高官骨袍 身形轻瘦高大的大荒山大妖王元璋看着下方 开口道 就是这里了 话音落下 面色有黑的三大王白面 二话不说 再次化身流光急速飞下 身形矮小 面容阴逸的吞天妖王看向一旁高壮青年道 你还在等什么 高壮青年也不说话 只是朝着大哥拱了拱手 随即化身一道火红流光 朝着下方山谷击射而去 片刻后 山谷上空 红色长发壮汉看着对面的有黑青年开口道 白面 没想到吧 你还得落到我手上 上次被你跑了 这一次 我看你能往哪里逃 三大王白面看着对面青年 面无表情 费什么话 说话间 再次挥手丢出手帕 下一秒 一只黑压压妖怪大军瞬间出现在了下方山谷中 黑 看着对面的白面放出小妖 红发壮汉黑黑一笑 也从身上掏出一座小塔 向下方一扔 一青刻间 又一只黑色的妖怪大军出现在了山谷内 杀了他们 三大王白面的声音迅速传入所有刚站稳的妖怪耳中 杀光他们 对面 红发妖王的话音也迅速落入了下方妖群之中 现在 该我们了 看着下方开始动员起来的妖兵 红发妖王看向对面开口道 等你很久了 三大王白面说话间 手中瞬间出现了一把长插兵器 这次可别跑 红发妖王手中同样多出一柄长幅 紧接着 俩妖王冲了上去 砰 长插与长幅猛的撞在了一起 刺耳的金属碰撞声迅速传遍整个山谷战场 也震颤着整个山谷战场 一瞬间 以俩妖王为中心 一股狂暴无比的妖力也迅速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紧接着 下方山谷战场 两只开始行动的妖怪大军中 砰砰砰 一连串犹如西瓜爆裂闷响声突然传来 俩方大军中 一只接一只的小妖瞬间炸开了脑袋 炸得脑将血肉横飞 谢谢书有2536的打赏 感谢波浪福波浪福球点月票波浪福波浪福